这期继续讲《一仙混观场》第43篇 这句话韦时让石可俊有些惊讶 这个迷一直困扰着他 就像根刺一样卡在喉咙里 每每想到都气愤不已 而他却知道 是刘雨明捣鼓的 他还说 还说 你和新姐在他办公室内干那事 被他撞到了 不过你们不知道而已 晕死些菜 石可俊第一时间急反应过来了 打死不能承认 这不仅关系到他 还有新姐的 几乎在顾新怡话音刚落的一刻 石可俊狠狠瞪了他一眼 有些急切地说了句 新怡 怎么能这么说呢 没有的事 不过你又怎么知道的 这种事可不能乱说百密中有一书 石可俊拍了拍脑壳子 原来那天刘雨明并没有走 而他那天走之前 的确检查过了 这个老色鬼居然躲在办公室内 这才想起 难怪过道里有一股烟味呢 书记哥哥 我可不是乱说 是刘雨明酒喝多了亲口说的 但论坛这件事 却是王斌干的 至于原因 我就不知道了 王斌干的 是他发到论坛里的 石可俊真是惊讶得不行 为啥要陷害自己呢 呃 确认无疑 顾新仪斩钉截铁地说了句 石可俊真是气得不行 这个苟日的王斌 无冤无仇 干嘛要做这种缺德事 再想想 自己那会还没去岳崖镇 更是和他们没有任何交集 真他妈的莫名其妙 或许 对了 刘雨明为了台长之位 借此来打压王新 看来也只能是这个解释了 就在这时 顾新仪接着说了起来 关于第二次的事 我就不太清楚 那照片应该是用的第一次王斌发的 又被加工了下石可俊摆摆手 有些尴尬地说了句 新仪 不说了这些事 都已经过去了 不过 这事你知道就行了 懂了吧 顾新仪别了别嘴 慢悠悠地说 嗯 这个我自然知道 石可俊当然相信顾新仪的话 小蛙头一定是憋了很久 她今天哪里是顺道 一定是专门过来找她 就为了这事 新仪 问你件事 你愿意到这里来工作吗 顾新仪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随即又暗淡下去 念诺着说道 书记大人 你 你就别逗我了 我才不信呢 石可俊咧了咧嘴 淡淡一笑道 那你是愿意咯 顾新仪随即站了起来 有点小激动地喊了声 哥 你莫不是说真的吧 石可俊朝她笑笑 你看我像是在和你开玩笑吗 其实我早就想到你了 你今天不来 我也会打电话 给你的顾新仪两只手心对搓着 还是不太相信的样子 一字一句说道 真的吗 你还记得我 我还以为你早就把我给忘了 谢谢 书记关心了 呵呵 石可俊没再犹豫 脸上挂着笑容 继续说道 新仪 不过来镇里工作的话 要辛苦很多 你要有思想准备 直到此刻 所有的疑惑烟消云散 顾新仪确认 石可俊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随即开心一笑 果断应了声 能和你在一起工作 再苦再累也愿意 关键是能摆脱那个老色鬼 嘿嘿 见顾新仪开心的样子 石可俊也是感慨万分 让她摆脱刘雨明 这的确是一个主要原因 电视台里那些事 她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出乌尼而不染 谈何容易 她真不想看到顾新仪 重蹈王心的覆辙 新仪 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不过这件事没成形之前 守口如瓶 知道了吧 顾新仪随即OK了一声 她又不傻不呆 事情没办成之前 可是不能乱说的 忽然想到见识 神情有些沮丧地说道 不过 刘雨明那边 会不会抓住不放啊 石可俊愣了下 顾新仪的担心不无道理 不过 关于这个问题 她已经考虑过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想到此 石可俊淡淡一笑说道 新仪 你尽管安心工作 这些是我去办 不会有问题的致辞 顾新仪心中的疑惑 才彻底散去 送走顾新仪 石可俊坐在沙发上沉思了很久 无论是邱明浩的事 月牙镇的事 还是顾新仪的事 都很突然 而每一件事都很耐人寻味 又充满着玄机 如何解决摆在了她面前 最让她无语和忧虑的是 月牙镇的生猪养殖项目 新食品产业园最大的优势 就是月牙湖的独特的水质 这还没正式投产 陈可他们就玩了这么一手 发展经济固然无可厚非 但保护环境那也是重中之重 这事可不能大意 否则这后果不堪设想 此刻的担忧与不安 让石可俊如耿在喉 这该怎么办呢 现实生活中 许多事不是她怨不怨 依旧能改变结果的 甚至连进程 她都左右不了 过了一个郁闷的中午 下午刚上班 镇长王斌就来到石可俊办公室 李洁信问了声好之后 依旧是一副傲慢的样子 丝毫没受到李天花落马的影响 在她眼里 石可俊就是一愣头青 职位比她高 只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对于能力 王斌可是十分地自信 他的小算盘可是打得啪啪响 各种是紧锣密鼓干起来了 史书记 早上我邱明浩到镇里来了 王斌很平淡的一句话 在他看来 邱明浩一定是拜会过石可俊 只不过是李洁信弯了下而已 石可俊也是一副平静如水的样子 瞥了眼王斌 稍稍装了出了点惊讶的神情 一句颇有意味的话送给王斌 哦 他也来了我这里 正好我准备找你的 县委县政府对秋原建设的事 非常重视 高书记亲自抓 而我们镇里 则是这次帮扶企业的主战场 你这个镇长压力很大呀 石可俊开篇直接抛出问题 他并不打算拐弯抹角 毕竟人家是镇长 工作上许多事 是绕不开他的王斌撇了撇嘴 皮笑肉不笑地说了句 是的 高书记也给我打过电话 让镇里千方百计保工地开工 保交楼 可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领导喊喊 我们手上可没多余的闲钱 再说 房地产企业本身就是烧钱大户 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 我也在犯愁呢 王斌这句话其实没啥毛病 核心就是不失时机将高斌抬了出来 说完 王斌的目光就没离开过石可俊 石可俊其实是有些纳闷的 高斌居然跳过自己 直接打电话给王斌 这有点出乎他的意料 镇长管钱 可镇长他也在自己的领导之下 想到顾心仪早上的话 李天花倒了 铁杆小弟王斌啥是没有 这里面可是有学问的 石可俊忽然饶有兴趣地说了句 王镇长 你对丘员建设应该很了解吧 王斌嘴角微微一瞥 颇为自信地应了声 也不算多了解 利税大户嘛 可惜丘建业经营无方 出现这样的危机 自己也被 哎 说到这里 王斌假模假样地叹了口气 连连摇头 话锋一转接着说道 可惜了 真是可惜了 明浩这孩子也不容易 以前只管吃喝玩乐 现在这么大一家公司交给他 估计也撑不了多久 石可俊有点好奇 这王斌像是话中有话呀 王镇长 我看明浩这孩子就不错的 为人谦虚 话也不多 只要我们大家站在秋元经济建设的大局上 给他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渡过难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关键是我们要诚心诚意 你说是不 石可俊话里的意思很明了 直指王斌 你这阵长别在我面前哭穷 阵里的情况 石可俊早就摸过底 他最为担心的是 王斌扬奉阴违 嘴上一套 行动上又是一套 王斌也不生气 石可俊话里的意思 一目了然 可是我王斌会听你的吗 在我面前 你还是太嫩了 只见他喝了口茶 依旧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甚至带着几分不屑 慢悠悠地说道 是书记 说起来容易 办起来难 你是书记 不当家 不知柴米贵啊 你压得 俨然将自己和石可俊调了个位置 就像他是书记一样 直接无视了石可俊的立场 石可俊心里也是不爽 不过脸上并没有表露出来 王斌的话 郑重下怀 你不想管 那我就不要你管 忽然灵机一动 马上说了句 是啊 这个我也考虑到了 王阵长事情太多 不能太辛苦了 依我看 这件事 还是交给苏妙惠副阵长 让他来具体落实 有什么事 他向你汇报 王阵长没意见吧 王斌脸瞬间就阴沉了 心里一百个不乐意 一股怒气从心里升起 一下子没控制住 情绪反应有点过度 眉头紧皱 直接来了剧 石书记 这么大的事 交给苏妙惠 我觉得不妥 还是我自己来吧 石可俊别别嘴 你刚才可不是这态度 现在要揽在手里 门都没有 他也不想过分得罪他 继续以温和的语气说道 王阵长 你千万别误会了 我可是关心你 作为阵主要领导 你的事情太多了 再说 苏妙惠基层工作经验丰富 综合协调能力很强 至于这点 你也不用怀疑 我和他共过事 对他比较了解 这事就这么办吧 嗯 石可俊直接断了他的念想 给你管 好事也要办成坏事 想到秋明浩暗示的话 说不定 你王斌和许佳 指不定有啥关系呢 王斌还想说什么 见石可俊已经拍板了 再纠缠下去 估计也改变不了结果 心想 你让他负责更好 想要花钱 门都没有 脸上的阴云瞬间散去 呵呵一笑 却很冷漠地说了句 既然史书记这么说 我也没意见了 但有一点 在秋明浩这件事上 镇里的自有资金是不能动的 看来只能请史书记 自己找银行想办法去了 石可俊有点不爽了 你压得 我都没表态 你特么就定调子了 只是想给他一个下下马威啊 你真是太高看自己了 石可俊沉吟了片刻 原本带着笑意的脸上 忽然闪过一丝阴冷 突然霸气地说了句 王镇长 你是老领导 我很尊重你 但是有些事情 还请你不要随意发表意见 尤其是在帮扶秋元建设 的事情上 那可是刘书记亲自批示过的 难道你没看到文件吗 这让王斌有点惊讶 这小子 可以啊 自己含蓄点拨他一下 就和自己杠上了 你码的 老子干不长的时候 你还在扛摄像机呢 和老子斗 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王斌今天来找石可俊 可不是来玩的 想到还有事 忽然眉头舒展 挤出一丝虚伪的笑意 谦虚地说道 呵呵 史书记 你是书记 是班长 当然以你的意见为主 对了 我这边还有件事 想要和你汇报下 见王斌态度缓和了 石可俊嗨嗨一笑道 王镇长 我就这脾气 不到之处 还望你不要介意 来喝杯茶 咱们慢慢聊 不管怎么说 镇长负责经济工作 他也要耐住性子 不仅如此 石可俊还亲自给他点了一根烟 见他还有试要说 随即做出一副 洗耳恭听的样子 史书记 我呢 有个想法 这些年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加快 城市道路绿化 和各种口袋公园建设加速 苗木花卉种植前景广阔 我已经联系了县里花卉苗木公司 帮助农民增收 石可俊忽然来了兴趣 王斌的点子不可谓不好 苗木种植给村民增收 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随即说道 王镇长 你这个主意不错 你看中了哪里 王斌随即淡淡一笑说 史书记在岳崖镇待过 就是城中镇和岳崖镇交界处 那片三不管地带 上千亩荒地呢 应该不陌生吧 石可俊就差没站起来了 你压得 自己看上的地方 怎么一个个都惦记上了 这事可怎么办 哦 王镇长 那个地方 我的确有所了解 不过这件事还涉及到岳崖镇 可能会有些麻烦 你这个项目 是不错 不过我建议你另选地方 镇里按政策给种植户适当补贴 你看怎么样 王斌猛地抽了口烟 因为他已经发觉石可俊的一样 莫非正如他们说的 他已经有了什么计划 其实他就是试探一下而已 没想到真的成真了 史书记 关于岳崖镇那边 你就不要担心了 有我负责协调 保证没有问题 另外 上次你不是找过乘客了吗 想要两地联动发展 我看 这就是个好项目 石可俊有些哑巴吃黄连 虽然这是已经提了出来 但离真正的实施 还早得很 想到此 他随即用模棱两可的语气说道 王镇长 这是个好事情 但涉及到一些具体的问题 先放放 容我们回头在意 当务之急 是解决秋元建设的危机 这可是 县领导高度关注的事 你说呢 王斌呵呵一笑 并没有答话 让我放放 开国际玩笑 不过 此刻王斌也不想和石可俊较真 看来陈可的消息是准确的 这家伙一定有自己的小九九 老子这次就杰足先登了 你能怎样 王斌回到办公室 随即给李爱群打了个电话 爱群 岳崖山荒地苗木种植的事 我们这边没问题了 你那边也和陈可说一声 我们在这件事上保持一致就行 部长 您就放心好了 我们这里更不会有事 我和陈书记约好了 一会 我们将专门讨论这事 不过 石可俊那边没问题吗 王斌别了别嘴 随即说道 我定下来的是 他能改变吗 李爱群隔着电话乐乐起来 在他眼里 王斌还是那个部长 尽管自己和他级别一样 这话语间还是一副下级对待上级的口气 还是部长厉害 石可俊怎么能和你相提并论呢 哈哈 这话可不能乱说 好了 我这边还有事 先这样 改天咱们句句李爱群愉快地挂了电话 随即去了陈可办公室 此刻 在月牙湖镇陈可办公室内 一左一右 陈可和李爱群分坐在沙发两端 李爱群看着陈可 正言辞凿凿地说道 陈书记 现在猪肉价格居高不下 你引进的这个生猪养殖项目前景广阔 而且也可以为镇里拓宽发展模 是 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我坚决支持 陈可表现得并不是很镇定 眼神中还有些担忧 微微叹了口气 说道 爱群镇长 项目是真不错 不过推进起来 可能会有些难度啊 李爱群随即一拍胸脯 大包大揽起来 陈书记 你担心的是 包在我身上 我有同学在环保局和农业局 那边我去协调解决 而且 这件事还要加快建设速度 争取早建设早投产 陈可随即微笑着看向李爱群 他们一起从城中镇过来 任职一二把手 相互之间早就有了默契 而且 这个李爱群在县里各部门人脉关系很硬 在城中镇的时候 就是他的得力助手 好的 爱群镇长 那这件事就全权交给你去落实了 有什么困难 你及时和我说 至于选址问题 我更倾向于月牙湖往北五公里 靠近城中镇那块平地上 李爱群直接回应道 好的 我的想法也在那里 就在这时 陈可再次面露难色 带着点忐忑说道 好是好 是不是离新时品产业园太近了点 而且离月牙湖也太近了点 我担心县里会不同意 或者说有人会出来干预 这些事你之前要搞定才行 李爱群只管点头 对于他来说 这些都不是问题 陈可想要搞 自己顺着来就行 再说 生猪养殖项目 现在自上而下 可是热门项目 还有资金扶持 能将这项目争取过来 不仅是经济利益上面的问题 说原点 如果发展得好 会对自己和陈可的政绩天才 至于能不能搞 搞成什么样 那就不是他最关心的事了 见李爱群自信满满的样子 陈可忽然就放开了 又接着说 爱群 我不妨告诉你 这件事县里也有领导关心 你懂了吧 陈书记 你放心 如果上面有领导支持 这事就更好办了 李爱群何等的机灵 从陈可犹犹豫豫提出这个项目开始 他就知道 肯定不是陈可自己想出来的 因为在月牙镇搞生猪养殖场 本身就是不太合理 猪肉价格波动很大 各地都在加速建养殖场 换句话说 风险太大 更为关键的是 月牙山是秋原自然保护地狱 而月牙湖 更是环保重点保护对象 但在他看来 要想做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是在人为吗 还有一点 那就是 他和王斌之间谋求合作的事情 他们要赶在石可郡出手前 把大型苗木种植基地给搞起来 想到此 李爱群正准备开口 陈可忽然转了话题 叹了口气 无奈地说了句 爱群 其实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石可郡这人很邪门 千万不要轻视了 有些事必须考虑周全了 别被他给算计了 另外 你和王斌之间也要保持密切沟通 及时掌握石可郡那边的动态 你告诉王镇长 他那个种植项目 月牙镇全力配合 李爱群呵呵一笑 随回应道 陈书记 你的担心不无道理 不过 我已经做了功课 对了 这个周末 部长约您句句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有些事 咱们好当面谈谈 嗯 如果有时间 我肯定会参加 万一有事 你全权做主了 陈可犹豫了下 还是答应了 王斌是常务副部长 调任阵长的 无论是资历还是人脉 自己都无法和他相提并论 更为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李天花倒台 王斌居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里面是不是有某种必然联系 这也是他所要考虑的 在他看来 高斌是自己的靠山 论两个人的关系 估计还不如王斌 这边李爱群也是一肚子火 其实他之前和石可俊并无交集 但是李爱平的是 让他恼怒不已 这个石可俊不看僧面 也要看佛面 联合王斌搞石可俊 这种好事 他又怎么会放过呢 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 必须得到陈可的大力支持 而陈可之前已经明确表示 支持他和城中镇搞联合开发 这也是石可俊自己提出来的 为什么要搞苗木种植 李爱群自然清楚这里面的事情 一句话相互利用而已 既要搞钱也要斗倒石可俊 其实陈可思下 也很含蓄地表达过这个意思 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原因 石可俊整个下午都在办公室 现在他已养成了一个习惯 遇到问题 不再从开始地干起来再说 而到现在的成熟了再干 这种看不见的转变 预示着 他在官场行走中 已经悟出了许多东西 单打独斗与蛮干是不够聪明 甚至是 很愚蠢的做法 王斌的傲慢 还有月牙镇传来的信息 让他有种前行困难的质感 而他倾注了很大心血的新京方 至今还没有结果 这让他非常着急 因为王斌提出的苗木种植计划 目前 他还没有找到拒绝的理由 都是为了经济发展 自己是书记 这种大局观是必须要有的 石可骏忽然灵机一动 除非那个地方不适合种植 这个灵光闪现式的想法 让他精神不由未知一震 这不是异想天开 想到此 他坐不住了 下午四点 叫上苏妙慧一起去了县农业局 路上的时候 石可骏将自己的想法和苏妙慧大概说了下 让苏妙慧惊讶的是石可骏同志 你真是脑洞大开 这里面能有必然联系吗 在他看来 这就是白跑一趟 浪费时间而已 去之前 石可骏毛遂自荐 就和局长邵谷文联系好了 同是政科职领导 可石可骏是第一大镇书记 在秋元干部队伍中 这地位显然是要比邵局长高尚很多的邵谷文 很热情地在会议室接待了他 他们在县里开会的时候见过几面 但并无交集 而邵局长留给石可骏的印象却很好 看上去是个干实事的人 憨厚而率真 另外 邵局长在听完石可骏的情况介绍后 马上叫了几位业务部门负责人 问题很简单 综合起来就一句话 月牙山荒地是否适合苗木种植 甚至包括邵局长在内 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 月牙山以北山地种植苗木的话 并不是好的选择 因为从土壤构成 苗木灌溉 直至种植环境等多方面 都没有优势可言 土地贫瘠 不利于苗木生长 这个结果让石可骏有些兴奋 不过 县农业局的专家并没有否定种植的事情 在他们看来 无论从经济效益 还是种植风险方面来研判 都不太适合而已 临走时 邵局长还提议 如果要搞大规模种植的话 为了慎重起见 最好到省植物研究院去咨询 再通过专业设备 对土壤进行分析 找出最合理的种子品种 让石可骏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们上车离开的一刻 一辆麦腾车快速驶了进来 李爱群一眼就看到了 摇着窗户擦肩而过的石可骏 不由暗骂了句 这小子 真他妈的可以 居然赶在他前面来了 虽然有点懊恼 李爱群却并不着急 迈着大步就上楼了 开玩笑 他和邵谷文是什么关系 石可骏 你先来又能怎样 回到镇政府 苏妙会随石可骏 一起去了他办公室 一路上从他表情中不难发现 石可骏心情是很不错的 当然 邵局长和几位业务科长的话 给了石可骏信心与希望 但苏妙会却没有石可骏这么乐观 因为人家只是说不太适合 并没有说不可以 他总觉得是个隐患 妙会姐 你觉得这是该怎么着手呢 另外 我想去趟省农业科学院 就月牙山土壤和种植业发展前景 前去咨询一下 如果有可能 再请他们来这里进行实地考察 你觉得如何 苏妙会稍稍考虑了下 随即点了点头 嗯 我觉得这很有必要 但是要快 据我判断月牙镇方面 应该很快就会开始了 在他看来 石可骏这个想法很好 如果能拿到权威机构的数据 再进行对比 这样的话就更有说服力了 说干就干 石可骏思考了半天 最终还是给秦素颜打去了电话 开篇就问好 一副关心的语气 大姐 在干嘛呢 吃饭了没 哟 今天怎么想起给姐打电话了 嗯 姐 我是无事不敢打扰你 什么事 直接说秦素颜已经猜到 石可骏有求于她了 嗯 姐 省农业科学院有没有认识的人 帮我介绍下 我准备拜访一下 秦素颜愣了下 这家伙找他们干啥 随即问了句 你找他们干嘛 石可骏结巴着说了句这个吗 一时半会说不清 下次见面的时候 再详细向你汇报 行不 秦素颜没再纠结 现在不是主持工作的副局长了 人家现在可是大镇书记 算了 还是见面再说吧 对于这个问题 秦素颜基本上不用思考 随机说道 这个 嗯 有的 我朋友就在那上班 这样吧 回头我帮你搞定这事 石可骏咧嘴一笑 哪怕秦素颜看不到 她都能听到这得意的声音 那就太谢谢 我的亲姐了 嘿嘿 秦素颜不太乐意了 随即骂了句 臭小子 没事的时候 一点声音也没有 对了 本周我在省城有事 你别去市里了这边刚说完 石可骏已经接过话茬 姐 那我直接来家里 秦素颜心中一暖 石可骏这小子 真是聪明又灵活 马上应了句 算了 现在不比从前 别赶来赶去的了 再说 我这身体已经好了 刚刚过去 集中精力把工作干好了 才是最重要的 没想到 石可骏直接无视她的话 姐 别的事 你说了算 这是必须听我的 没得商量 呵呵 好吧 就依你了 秦素颜叹了口气 拗不过她 也就随她去了 忽然想到剑士 又啰嗦了句 我帮你介绍的这位 可是农学教授 是南疆大学兼职副教授 不过 我不知道是不是行 如果不行的话 我再想办法找找他们领导 别 就你这位教授朋友了 我请教的 就是这方面的事情 呵呵 见秦素颜兴趣正农 石可骏花了几分钟 将自己的设想和遇到的困难 大概和她说了下 这可是件好事 第三产业 合理利用资源 姐支持你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秦素颜已经把这事给寄心里了 对于这个非血缘关系的假弟弟 秦素颜投入了极大的关心 这里面自然有石可骏 几个月如一日的绵绵复出 更重要的是 在她的仕途之路上 总是伴随着凶险 而每次的结果都能给人意外 是她为人为官的品质 打动了她 甚至连萧可敬都私下表扬过她 但是这种容易让她产生骄傲情绪的话 秦素颜自然是不会告诉石可骏的 她还是官场菜鸟 还需要更多的历练 总而言之 石可骏的事 她仅有一句话 全力以赴办好 此刻 在邱元宾馆 邱明浩站在顶楼的超大办公室内 看着窗外 曾经在外人眼中的顽固子弟 在父亲出事以后 不得不扛起家族企业未来发展的重任 忽然又想起 爸爸邱建业 不久前和他说过的话 明浩 我们邱元建设 作为邱元县民营企业的翘楚 其实并没有外表看得这么光鲜 不让你进入公司管理层 更不让你和地方官员接触 至于为什么这么做 将来你会明白的 邱明浩并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听着 因为他觉得 这次谈话似乎很不寻常 邱建业将藏在心里的话 一股脑倒了出来 就像是今天不说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一样 这让邱明浩有些惊慌 他一次次想要开口 却被邱建业一次次地白手打断 后来 邱明浩才知道 真的被他猜中了 爸爸白手起家 一步步走到今天 公司现在遇到了困难 稍有不慎就会轰然倒塌 这里面固然有市场因素 但也不全是 和他们的交往中 利益至上 是没有感情可言的 明浩 如果不是爸爸留一手 公司就真的彻底完蛋了 李天花还有许贵生这些人 不但要吃了我们 还不吐骨头 还要我们感恩戴德地感谢他们 以后少和官场上人打交道 宁可缩小规模 至少图个安全 一定记住爸爸的话 邱建业这几句话 邱明浩也不知道想了多少遍 没想一次 心里就难过一分 这已经不是暗示 而是给了他今后的方向 其实他早就看透了 在和徐小海等人的接触中 他并不是一无所获 与他们在一起 却不与他们为伍 他可以花钱 但从来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 让邱明浩非常意外的是 他从来没有想过 会和石可骏有所交集 就像是命中注定似的 直此危难之际 他的脑海中 不止一次浮现石可骏的身影 他们之间不仅有渊源 而且还很深 之前每一次见面 他们都处于对立面 几次关键时候 对石可骏的保护 无形中为他们今天的见面 架起了一座无可替代的桥梁 尤其是石可骏坦诚的交流 让他找到了一个 可以真正结交的朋友 不和官场的人过多交集 爸爸的话他会记住 但石可骏是个例外 其实 对于秋原建设的困境 他早就猜到几分 许家仗是欺人 贪得无厌 想吞并秋原建设 这吃相简直是不忍直视 令人想都不敢想的是 许家居然冠冕堂皇直接染指 这不是用贪婪和无耻就可以形容的 今时今日 千军重担落在间 邱明浩告诉自己 必须放弃过去 重新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哪怕前途 再凶险 也在所不辞 在这个秋风瑟瑟的夜晚 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卖掉部分资产 以挽救整个集团 从现在起 与城中镇全面战略合作 因为他高度相信石可骏的人品与担当 而石可骏自然也不会让他失望 在今后的仕途之路上 上演了一幕幕 晚上 白天的阴霾早已散去 石可骏可是春风满面 此刻 在秋原一家极具特色的小餐厅内 刘林、秦南、夏雪 第一次相聚 五点半不到 石可骏和秦南就先到了 一件红色风衣国体 秦南清秀的脸颊 似乎又消瘦了不少 但多了一丝红润 这让石可骏很开心 见面的一刻 秦南忽闪着眼睛 愣了半天 轻轻一个拥抱 随即分开 石可骏眉头紧锁起来 因为他忽然闻到一股浓郁的 忧伤之情里添花的事 在秋原县早已传得沸沸扬扬 秦南妈妈杨佩佩 身陷其中 他完全能理解秦南此刻的心情 其实 这也是秦南今天回秋原 没有回江海的主要原因 他想多佩佩妈妈 甩头抛弃过往 勇敢仰望明天 秦南觉得 已经看到了希望 曾经黑暗的过去 也止不于今天了 再也不会受那个人的摆布 一场及时终止的噩梦 秦南已经下定了决心 而他曾经的领导和挚友 林姐 带他如初 没有因为他不堪的过往 和流言飞语中的妈妈 而放弃他 林姐居然爽快地 答应了他的邀约 这份恩情 秦南决心用余生偿还 想着想着 秦南的眼眶 就不争气地湿润了 慢慢地发出了 莺莺的哭泣声 石可俊 不仅听到了 还看到了秦南 微微抖动着的双肩 谢谢你 只有简短的三个字 秦南揉了揉眼睛 忽然说了句 我怎么哭了 真是不争气家伙 秦南说完就笑了 嘴角闪动了几下 石可俊知道 这不是真的哭 是开心的笑 石可俊忽然有一种莫名的动容 秦南就是一只迷途之反羔羊 这一刻居然是如此的可爱 石可俊淡淡一笑 举起拳头 随即说了句 秦南 你永远都是我的朋友 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 在我眼里 你依旧是初见识的样子 明天会更好 将灰色的过去丢进大海里 很快就稀释掉不见了 你的明天将只有阳光 还有关心你的朋友们 不是吗 秦南忽然一阵轻松 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 让他不由地娇笑起来 笑到最后 眼眶再次湿润 他是真的感动了 感动的不能自已 石可俊并没有打断他的感动 任由他肆意发挥 见时机差不多了 这才接着说 秦南 你的事 林杰已经在想办法了 不过暂时还要待在室里 另外 我 石可俊本来想说 自己也在想办法 开了个头 觉得还是不说得好 王霞那边也不知道靠不靠谱 石可俊其实已经打算好 如果还有困难 那他只有厚着脸皮去求消书记了 秦南并没有追问 只是很真挚地说了声 嗯 谢谢你 石可俊嗨嗨一笑 随即说道 秦南 以后别总把谢谢挂在嘴边 等着是办好了 以后尽心帮助林姐就行了秦南 嗯了一声 又重重地点了点头 石可俊早就存储 在他心底最深处 他只能在星夜下 梦境中 去敞开胸怀 一遍遍去向他表白 可他知道 或许今生他都没有 亲口表达的机会 而此刻 他只能静静地盯着他 听他的每一句话 看每一个动作 在他面前 他忽然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于是 情不自禁说了句 你 你 真的不介意我的过去吗 石可俊摸了摸他的头 俨然把他当成了一个孩童 语气轻柔地说道傻丫头 你只是犯了一个迷糊 现在清醒了 然后就重生了 知道吗 秦南随即仰其脸 直视着石可俊 大声说了句 对 我重生了 过去的 我已沉溺于江中 灵魂附体后 我又回来了 石可俊咧着嘴开心地看着他 爽朗地说了声 对 我们的秦南重生了 谁重生了 可就在这时 门被推开了 石可俊和秦南同时抬头看去 刘灵正含笑看着他们 下雪跟在后面 也是一脸的好奇 刘书记 你好 秦南依然有点慌张地喊了一声 随即正在一旁不再说话 眼神里透着一丝胆怯 还有一抹挥之不去的忧郁 一别几月 再见依旧如此亲切 耳边还回荡着离开时 刘灵不舍的话语 这一刻重新浮上心头 秦南眼圈瞬间发红 声音不由颤抖起来 接着就是一声 对不起 林姐 让秦南更为意外和感动的是 刘灵那一如往昔的眼神 包含了一切 虽然他一句话没说 没有犹豫 直接给了他一个 温馨而又无比暖心的拥抱 秦南 回来了就好 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 贴在耳边一句如春风般的话语 顿时就让秦南脸上多了两条青泪 不由低吟着抽气起来 而刘灵则轻拍了几下 瞥了眼时可俊和夏雪 夏雪则眨巴着眼睛看了眼 就闪身去了旁边 来之前 他已经知道 秦南可是刘灵的前秘书 现在是正科职干部 不仅漂亮 略显销售苍白的脸上 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心想 美女姐姐 你这好好的办公室主任不干 居然要回秋园 你 你不会抢了我的饭碗吧 夏雪可不知道这里面的隐情 小心思满满 却也在正常不过 差不多了吧 咱们都是自己人识可俊 却嗨嗨一笑 打断了这个 似乎看不到镜头的拥抱 又转身朝夏雪说了句 小雪 点菜 吃饭 夏雪在担忧中 无聊地瑕疵了一小会 见石可俊开口 随即忙碌起来 六菜一汤 四碗米饭 五酒 夏雪和秦南的第一次见面 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中很快完成 小心思写满了半边脸 刘林知道 石可俊也清楚 秦南更为敏感 尤其是刘林 见夏雪这神情 这勉强地笑 尤其是看着秦南那警惕意味明显的眼神 刘林满脸笑容 从干秘书的特质上来说 秦南其实更胜一筹 但夏雪的忠心与可爱 却又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各有优缺点 而他的安排则更为老练合理 夏雪 秦南可是你的前任 你要虚心向他学习 才是刘林打去世地说了句 说吧 抓住两个人的手 扯到一起 又轻轻地拍了下 都是聪明人 无需点名 一切尽在不言中 夏雪忽然抽出手 猛地站了起来 双手端起茶杯 毕恭毕敬地伸到秦南面前 十分真诚地说了句 南南姐 我敬你一杯 秦南早就注意到 夏雪的异样了 这不奇怪 小女子的小心思 那个会没有呢 他相信 刘林让他们在这个时候见面 一定有他的深意 秦南也连忙站了起来 含笑盯着夏雪 马上应了句 谢谢夏秘书 我们相互学习说完 秦南看了眼刘林 接着说 我们都得向林姐 嗯 还有向史书记学习 刘林和史可俊 左右看着这二位 喜悦之色早已溢于眼表 一句史书记 让刘林感叹 让史可俊佩服 让夏雪放心 从进门时的满怀警惕 到离开时的姐妹相称 一顿饭的功夫 夏雪和秦南的关系 就这么升华了 而最主要的原因 他们有一个知人善用的林姐 一杯清茶 架起了他们有意的桥梁 更为他们一起辅佐刘林 帮助史可俊 立下了汉马功劳 这个看似简单 又扑朔迷离的有爱之夜 为他们未来的人生旅途中 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然这是后话 晚餐必 在史可俊无休无止的暗示下 夏雪又心甘情愿打了一次掩护 将主子送到对面的房间门口 犹豫了下 他并没有进去 强颜欢笑转过身 就开始唉声叹气 自己清冷的小公寓 正在向他招手 看来 他这一栋电灯泡 也有自觉的时候 直接将他拉回到 他们初见时刻 在饭店门口 刘林全副武装 在夏雪的掩护下 悄悄离开 反而是史可俊 陪着秦楠走了很长一段 这一刻 秦楠的心情是既激动又忐忑 几次匪夷所思的相遇 几次推心致富的谈心 尤其是史可俊那句充满力量的 秦楠 你重生了 愣是让秦楠抿着嘴 偷偷笑了很多次 在下一个路口 秦楠主动提出离开 因为史可俊的眼神告诉了他 林姐一定在某个地方等着他 时去的最高境界 心酸或多或少是有些的 但不是极度 这种带着浓烈祝福的酸意 恐怕也只有秦楠自己能体会了 史可俊 谢谢你史可俊忽然一笑 玩笑似的说了句 秦楠 为什么总是说谢谢呢 我们是朋友 是很亲切的朋友 以后 这些都省略了吧 秦楠念诺了半天 又说了声谢谢 说完就笑了 史可俊说得太对了 回顾今晚 秦楠说过的谢谢 超过之前的总和 这不是他虚伪 反而代表了他的一种态度 因为除了这两个字 他再也想不到 比这更合适的词汇了 我们就此别过 哼哼 秦楠站在一个路口 故意放慢了脚步 看着红绿灯 轻快地说了声 史可俊皱了皱眉 似乎不对 他印象中 两个人应该是一路才对 正准备纠正秦楠 见秦楠正踢着脚下的 一小块石头 眼睛看着相反的方向 史可俊明白了 秦楠是个聪明 而又善解人意的女孩 成全自己 你又何必去揭破呢 就让他嘚瑟一会 又能如何 挥手告别秦楠 注意安全 这些看似毫无营养的对话 却敞开了他们心底 最真诚的情谊 嗯 拜拜 史可俊 其实发现了 秦楠在绿灯的时候 并没有移动脚步 而是注视着他的离开 秦楠回到家的时候 带着琉璃和史 可俊无声的祝福 脸上挂着笑容 推开了家门 低头换鞋的一刻 墙上的老师挂钟叮当 叮当响了起来 他瞥了眼 才八点 只见妈妈杨佩佩 正坐在沙发上 瞪着电视发呆 这才几天不见 妈妈明显憔悴了很多 秦楠站在原地凝视着 直到终声结束 妈妈 我回来了 秦楠故意欢快地喊了声 八声钟响 就像是敲在杨佩佩心头 帮他完成了一次 快速地痛苦思索 女儿的话可比终声悦耳多了 寝刻间 就将萦绕在心头的风言风语 吹得无影无踪 此前 他如作针毡 痛苦万分 在秦楠进门的时候 杨佩佩刚刚找到了答案 四个字 就由自取 害了自己还坑了女儿 因为他再也没想到 天杀的李天花 居然把他给交代出来了 在纪委接受谈话的一天一夜里 他几乎是低着头过来的 因为这太让人羞耻了 唯一让他对这个男人 还有一点感激的是 他并没有提到秦楠 而他之前送给他的金白菜 和两套住房 杨佩佩并没有办理 过户手续 曾经担心的是 今天终于发生了 红烧肉的香味 只不过是个传说 是一个让他无地自容 难以回头的羞耻的记忆 妈妈 吃饭了没 秦楠笑盈盈地走过来 依偎在妈妈怀里 仰其脸俏皮地说道 杨佩佩同志 我最亲爱的妈妈 秋风已去 冬天来了 把过去尘封起来不更好吗 而我是你的女儿 秦楠才是你心中的那把火 熊熊燃烧之后 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温暖起来 寒冬中将过去 妈妈 难道不是这样吗 杨佩佩知道 秦楠明白 我们大家看得更清楚 因为 在这世上 很多事 是不能用对错来衡量的 如果非要这么做 那一定有事公允 因为每个对错 只针对每个个体 糊涂得心慌乱的爱 总是会让很多人理智尽失 在追逐情感的路上 偏航与帆船 又如何能避免呢 核心是迷途之反 反扑归真 冬天里的一把火 烧尽过往 因为春天 就要来了 小苗 又将欢快地生长了 我的女儿 是吗 两个语文老师之间的对话 总是这么有深度 意思明确 却能把该死的尴尬 摒弃得无影无踪 这个带着点忧伤的夜晚 在母女俩文学位 慎农的交谈之后 释怀了 在最合适的时候 说最感兴趣的话 秦南深知这个道理 文学位慎农的对垒之后 杨佩佩眉语间舒展了一些 就在此时 秦南忽然转弯 话题回到他们母女 最喜欢的节奏中来 妈妈 你猜我晚上和谁 在一起吃饭的 一个洋洋自得的笑容之后 秦南话语中流露出来的青春气息 猛然间让杨佩佩眼前一亮 这不是还提时代的女儿吗 女儿的蜕变 让她忽然有一种无言的喜悦 对于她来说 已经没有太多 值得去追求和奋斗的东西了 相对于曾经的得失 虚浮的繁华消逝后 女儿秦南的变化 才是她此刻生命中最值得庆幸的事 她们母女二人过去装饰过的梦想 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此刻 女儿脸上有一股清静之美 回归本源之后 不是用喜悦就可以表述的 杨佩佩眉头再次舒展了一点 笑意更浓了 男男 你的笑容已经告诉我了 秦南愕然 继续傻傻地说 妈 你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难道你进入过我的梦里 或是 跟踪了我 呵呵 杨佩佩咧嘴一笑 真是个讨厌的家伙 丫头 是后者 是我一不小心碰到过 是那次 哎 我也记不清了 秦南像个娃娃似的 母女二人嬉戏 打闹一番 最后 杨佩佩搂紧了秦南 手在他额头轻轻抚弄 满眼温情地 盯着女儿的脸 虽然还是那么销瘦 却多了一抹红润 秦南心想 如果将自己的一生 缩短为上午和下午 他的上午满是阴霾 而下午 则迎来了阳光 就在这时 杨佩佩忽然有感而发 秦南 我们的人生 总是在很多个 一不小心中历经着 逝去的繁华 其实就是一个 永远不愿去提及的梦魔 明天是个大晴天 将迎来属于我们的光明 秦南抬眼看了眼妈妈 默默点头 似有所悟 忽然说道 妈 已经是十二月了 大晴天之后 就是大雪天 看来这第一场雪快要来了 我喜欢看阳光照耀下的白雪 做回小时候的白雪公主 杨佩佩不由感慨起来 想起曾经一家三口幸福的情景 尽管已经模糊 但从来没有离去过 秦南是个 诗情画意感 十分强烈的女孩 打开了的话匣子 似乎杀不住了 妈 真希望寒冬三九四九天的冷 能冰封住我们的心 其实时间是什么 只不过就是个概念而已 生活就是时间 妈妈 你说我的话 有没有道理 嗯 杨佩佩 其实并没有听懂 却很坚决地点了点头 秦南这一刻 她告诉自己 她醒了 从此 不会再有曾经的哭泣 江宾公园木栈道上 那个估计的背影 已经死去 而改变这一切的 却是那个 拿走一段 红风枝的人 模糊着双眼 脸上 绽放着花一般的笑容 进入梦乡 这个夜晚 母女相拥而眠 寂静的夜 全是了释怀后的坦然 这一夜 秦南几个月来 第一次没有做噩梦 没有梦到那个恶魔 之前 秦南甚至连眼睛 都不敢闭上 晚上睡觉是不能关灯的 连眼罩也不用为什么 因为只要眼睛一闭 就会掉入那个 让她痛不欲生的漩涡中 星夜下 石可俊很快回到小公寓 还没到门边 嘎吱一声 刘林给了她一个意外的惊喜 林姐 你 当一切归于平静 刘林收起笑意 一本正经地问道 喂 你知道吗 秦南其实对你早有情意 刘林其实早就发现了 只不过今天第一次说出来而已 石可俊有些猛圈了 前后神级转变 让她有些不太适应 结巴着硬了句 林姐 这怎么可能呢 石可俊又不傻 岂能不知道 一直在自我欺骗中 假装坦然 脸口是心扉 也是这么理所应当 这辈子该有多少女人 会为你着迷 命犯桃花的男人 你的未来会怎样呢 哎 刘林说着说着 不由愁上心头 她会属于她吗 这个遥远而又不可及的问题 多少个夜深人静的夜晚 将她从梦中叫醒 林姐 除非你 否则我是不会丢下你的 石可俊一本正经地说了句 一次次沉醉其中 而冲破世俗的束缚 又谈何容易 石可俊知道 他们是在火中取栗 这样下去 迟早会被灼伤的 甚至会体无完肤 除非 但是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找不到答案 就放弃去思考 否则就是起人忧天 自寻烦恼 难得开心一见 何必用人自扰呢 这个晚上 他们促悉谈心 不是谈感情 而是聊工作 从昨天的事聊到今天 又从今天 谈到未来该怎么做 这在石可俊印象中 似乎是他们谈论 工作最久的一次 林姐 今天邱明浩来找我了 刘林梅雨紧咒 一个哦 字 表达了她的惊讶 邱园建设的事 看起来并没有这么简单 怎么说 他们公司的地产项目 大部分都在城中镇 石可俊同志 为了邱园老百姓 为了邱园经济发展 你可要上点心 这件事只许成功 刘林神色严肃地说道 其实 石可俊想表达的是 另一种意思 见刘林并没有说到核心 随即提醒事地说道 邱建业出事 可能还另有隐情 邱明浩告诉我 其实 他们公司情况 并不是外面 看得这么糟糕 实则是邱建业 为了保住公司 不得已而为之 刘林愣住了 这可是 他第一次听说 在他眼里 邱建业就是个奸商 而石可俊 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到底是什么情况 石可俊 别了别嘴 林姐 其实我也不清楚 不过话可不能这么说 目前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 和江海许佳有关联 或许是为了掠夺邱家产业 但不管怎么说 都逃不过利益二字 许佳简直是丧心病狂 不过 我真不明白 这次为什么没有将那个老东西给办了 真特么的欺人太甚 石可俊显得有些激动 刘林皱了皱眉 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 即便是他 也不宜过多涉及 因为以他们目前的力量 讨论许佳的事 纯粹就是浪费时间 只有借助外力 在最合适的时机才能做到 这些事 他们只能在心里想想 连说都不能说的 想到此 刘林思索了下 淡淡说道 这些事 目前还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当下只有做好自己的事 才有机会去更好的维护公平正义 邱元并没有风平浪静 前路崎岖 石可俊瞥了眼刘林 见他神色之间充满了无奈 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缺憾 从话语里散发出来 随即叹了口气 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自己一小小的科技干部 想要撼动许佳 靠自身之力是远远不够的 即便如此 他也绝不罢休 因为 他始终坚信 正义的力量才是最强大的 嗯 林杰 我会和他保持密切沟通的 总之 邱元建设不能出问题 我会不遗余力 帮他重新站起来的 琉琳脸上忽然闪过一丝欣慰的笑容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表情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随即说道 嗯 做一个有担当的干部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耐得住寂寞 善于听取各方意见 才能助我们成长 和恶势力殊死搏斗 是我们的使命 必须为之而不懈斗争下去 是的 林杰 不过我这边还有点事 想请你关心了 琉琳闷嘴一笑 心想 难怪今天表现得这么含蓄呢 原来是有求于自己 石可俊 似乎有些难以启齿 结巴了半天才说了一句 能不能把他给调过来 呵呵 琉琳随即沉下脸来 直接说了句 他是谁 石可俊忽然邪魅一笑 马上改口道 林杰 是两个人啊 简直岂有此理 这不是为了工作吗 没办法 这个理由太过严肃 刘琳岂有不答应的道理 连续三天 石可俊上午带上苏庙会 逐一对地产项目走访调研 再次和邱明昊商谈了镇政府资金帮扶事宜 刘琳亲自出面和各大银行联系 基本解决了秋元建设资金链问题 而下午就独自出了镇政府 连苏庙会也觉得奇怪 根本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他在干什么 干苦力 搬运工 山谷小屋虽然建好了 但里面还空空如也 水电啥都没有 办法总比困难多 买了两台移动式照明灯 还有一些最简单的家具 整整忙了三个下午 第三天下午 当他搬完最后一趟 穿过荆棘丛 来到离屋子不远的半山坡上 那里可有他的宝贝 因为气温骤降 给前期试验种植的中药材 铺上了一层塑料薄膜 得益于他在山里长大 对这些并不陌生 而让时可俊惊奇的是 反季节种植的中药材 似乎一点不受气温骤降的影响 小苗的长势很旺 才几天不见 居然都长高了不少 他很奇怪 琢磨了半天 也没有结果 临走的一刻 时可俊忽然有所悟 发现自己只穿了一件外套 也不觉得冷 感觉这里的温度 显然要高出山外很多 难怪荆棘从会长得这么茂盛 这个发现让他很是兴奋 可惜的是 自己的新京方 目前还没通过最后验证 而他最新药方 已经在研制中 这次的药方更是神奇 他要用一种全新的理念来研发 因为他是国家干部 主业并不在此 他能亲自给病人看病的机会 尾时太少了 即便自己有通天医术 又如何呢 最好的办法 就是研发药物 分享自己的成果 最大化为 需要的人提供帮助 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事 因此 闲暇时间 石可骏大部分时间 都在滋滋不倦研究古一经的精髓 起初他并没有发现 整本书中除了如何治病以外 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关于古一方的记载 但他有太多看不懂的地方 因为书中很多中药材已经失传已久 而书中绘制的图谱 由于年代久远 缺失的地方太多了 这给他的研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度 周五下午 石可骏刚到镇政府 就接到了叶寒梅的电话 他不仅已经到了秋元 而且已经到了镇政府 石可骏以最快的速度来到门口 一辆崭新的黑色奥迪A6 停在城中镇政府楼下 举目望去 一身风衣长发飘飘的叶寒梅 已经坐到副驾驶 车门打开的一刻 骏儿 我拿你的钱给你买了辆车 再送给你 没意见吧 石可骏愣了下 他还在奇怪 为什么没开马沙拉地过来呢 有意见 能有啥意见 这钱都是叶寒梅替他赚的 再说 以他们之间的关系 还用得着分你我吗 石可骏咧嘴一笑 有些不太真诚地说了句 寒梅 你怎么帮我买车了 再说 这车是不是有点显眼了 给我开不太 合适 吧 叶寒梅马上白了他一眼 俊儿 我们这刚见面 非逼我甩给你一个大白眼 有啥不合适的 好歹你也是个镇书记了 自己钱买的 能有啥事 走吧 石可骏眨巴着眼睛 马上问了句 寒梅 去哪 连日来 秋元渐进式降温 冬天的气息已经越来越浓 抬头远望 天空阴沉沉地昏暗一片 有点要下雪的迹象 石可骏瞥了眼叶寒梅 因为温差关系 叶寒梅只穿了件米色泥子大衣 随即说道 寒梅 这天要下雪了 你这衣服有点单薄 这样吧 我们先去买几件衣服 然后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给你一个惊喜 惊喜 这个自己不主动联系 一周也不会打个电话给自己的男人 其实心里一直有自己 忽然想起周济九 店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叶寒梅不由喜从心来 初见的调侃 像极了初恋的要是叶寒梅没有说话 只是正正地看着她 这一刻 她有千言万语 却无从说起 一个眼神代表了一切 石可骏 你去哪我就跟你去啊 就在石可骏坐进自己的奥迪车的一刻 王斌的麦腾车刚刚进了镇政府 王斌并没有马上下车 而是坐在车里远远地看着 嘴里念叨着 这小子真是有钱 还买了奥迪A6 旁边还坐着一个美女 这钱是哪里来的 见他们离去 他才从车里出来 回了趟办公室 就直奔月牙镇而去 今天晚上可有一场重要的聚会 而且 他真正的老板高斌还会赶来 他自诩为秋原官场老人 得益于身不见底的资历 左右逢源于官场内外 外人只知道 他的老板是李天花 却还有很少人知道 真正的背景是高斌 而今 从常务部长的位置 一脚跨到实质镇长之位 虽有不甘 却也不是没有机会 只有一个目标 早点将石可骏赶走 以自己全方位的优势 顺利转任书记 再升个半级之父处 他也就得偿所愿 再无遗憾了 王斌是精明的 却又是贪婪的 他不仅要在仕途上再进一步 还要在有限的资源里 淘金捞钱 石可骏不是个容易对付的人 但他并不担心 他要用自己一系列的手段 抢占先机 这边 石可骏去了趟商场 给叶寒梅和自己 各买了两件羽绒服 又去蛋糕房买了好些面包 这才驾车直奔月牙山而去 见石可骏拎着一大袋面包 叶寒梅眼神里充满了疑惑 神医小子 这是干嘛 难道晚上就请我吃面包吗 真是个小气鬼 难怪很多人说 越是有钱人越抠门了 奥迪车绕着月牙湖开了半个小时后 石可骏在前两天才整理出来的隐秘处 将车停好 这才下车朝山里走去 这是一个被荆棘覆盖 大树遮挡的一小块杂草地 车子开进去后 外面根本不可能发现 又不行了小半个小时左右 再次来到一大片被荆棘从覆盖的地方 叶寒梅眨巴着眼睛看着石可骏 骏儿 这是 石可骏眼嘴笑而不语 拔开伪装的入口 拉着叶寒梅慢慢朝里走 几分钟后 眼前豁然开朗起来 如梦幻般的两间青瓦房 矗立在眼前宛若现实世界中的世外桃源 叶寒梅顿时欢呼雀跃起来 一个转身 轻轻拥抱着她 仰起脸开心地呼喊道 俊儿 这是真的吗 你是怎么弄出来的 难道这就是你送给我的礼物吗 真是太喜欢了 听着叶寒梅语无伦次的话 石可骏淡淡一笑 低头在她额头轻轻一吻 瞬间化解了她心中所有的疑问寒梅 你是博士 是学者 我得给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休憩之地 让你这颗被大城市喧嚣而打扰的心灵 找一个安静的无人打扰的倾心之地 听着石可骏这诗意味甚浓的话语 叶寒梅一句 俊儿 谢谢你走 进去看看 三米多高的铁栅栏中间一扇门 打开大同锁 他们相伴而入 只见青瓦房门口 铺着一条长长的青石路 步入小屋 肉眼可见的简单的陈设 一张桌子 一张床 一盏台灯 淡淡的油漆味 告诉叶寒梅 这里刚刚修缮完成 而事实也的确是这样 为了给叶寒梅一个意外的惊喜 石可骏连续来了三个下午 连续奋战 才将这里收拾成现在这副样子 俊儿 你真行 这里俨然就是个隐居之地 我要住在这里 呵呵 石可骏淡淡一笑 这丫头胆子是不是太大了些 住在这 在屋内转了两圈 看似简单的陈设 映射叶寒梅眼里 放出了不一样的光芒 在这无人之地 幽静的小屋内 他们相互对视 脸上洋溢着久别重逢的喜悦之情 就在这时石可骏忽然说道 寒梅 还记得我们第二次见面时 说过的话吗 我要带你去探险 真的吗 叶寒梅思索了下 似乎是有这么回事 不过 探险 难道是现在吗 石可骏随即点了点头 给了她一个十分肯定的笑容 寒梅 这是今天为你准备的第二份礼物 让你去见识一下月牙山神奇的一幕 可有兴趣 叶寒梅眨巴着黑珍珠一样的大眼睛 完全不敢相信地注视着石可骏 这段时间的辛劳 这一刻 她觉得太值了 只是结果有点差强人意 想到此 叶寒梅不无遗憾地说了句 俊儿 对不起 我却没能给你带来想要的礼物 直到此刻 新京方还有最后一个数据无法验证 我真是没用 石可骏并不觉得奇怪 更没有半点不悦 由于自己追求极致的要求 见叶寒梅如是说 石可骏直接用手堵住了她的嘴唇 寒梅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再一个就是 我对这个配方的要求太高了 实在不行 我在调整成分 没事的 效果一样 叶寒梅其实也是这么认为 石可骏为了两种成分 而放弃了成熟的方案 目的就是想使用能在本地种植的药材 而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 她自然明白 犹豫了片刻 叶寒梅继续说道 俊 目前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另外 我已经和老师联系好了 准备去南疆大学实验室 他们那的设备和技术 或许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真的 石可骏不由一愣 自然很是开心 改变最初的配方 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如果数据能验证提过 这当然更好了 不过叶寒梅要去找老师 自己这假丈母娘的事就要穿帮了 其实 她真是不愿意说出和林义军的关系 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已经无法掩饰了 思索了片刻 石可骏忽然说了句 哦 寒梅 你老师是林雪燕教授吧 叶寒梅愣了下 太不可思议了 这都能猜到 由于太过惊讶 眼睛瞪得老大 直勾勾地盯着石可骏 神医小子 难道今天你还要给我第三个惊喜吗 俊儿 你怎么知道林老师的 快给我说说石可骏看了下时间 说句实话 这是不是那么好开口 嗯 寒梅 我们先出发 一会再说这是没办法 事情 已经已经到了无法隐瞒的程度了 忽然她有了一个全新的想法 何不让他们先见一面呢 打定主意 石可骏拉着叶寒梅 从之前开辟好的神秘之路 一步步穿过荆棘丛 半个小时后 他们来到大峡谷边缘 在穿越荆棘丛的路上 石可骏小心翼翼地护着叶寒梅 简要将自己和林义军认识的事说了下 唯一遗漏了假男友的事 因为这实在是没法说 不可避免 这里面自然也省去了一些不遗说的故事情节 没办法 在她眼里 叶寒梅才是自己的女人 是让她第一次见面 就眼前一亮的女人 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情怀 甚至包括刘林 我小师妹 长得很漂亮吧 叶寒梅并没有过多纠结 石可骏有没有说谎 因为她已经察觉到一些异样 石可骏说 这些事的时候 刻意隐瞒了一些事 海归博士 绝对的高智商外加情商 石可骏一个闪烁不够坚定的眼神 话语间一个无足轻重的卡顿 她都能轻松捕捉到一些敏感信息 结果就是 神医小子 石可骏同志 没说实话 刻意省略了部分核心内容 嗯 的确很漂亮 长得很像你的老师 林教授 呵呵 还呵呵 俊儿 你这笑容 怎么这么别扭呢 不过 叶寒梅并不打算拆穿它 且让你嘚瑟一回吧 是自己的小师妹 换成别人的话 哼 俊儿 要不 你安排我们见一面吧 一直听老师说起 也没亲眼见过 没想到她就在秋元 石可骏装模作样犹豫了下 这才说道 好嘞 明天就让你们见面 你的小师妹 可是个鬼精灵 霸道而又聪明 呵呵 说起小师妹 一脸的开心 还说没关系 呵呵 百分百就是在骗我 想到此 叶寒梅忽然想打去她 假装要生气的模样 撇了撇嘴说道 俊儿 我看你呀 怎么有点小激动呢 是不是没老实交代 或者说 你们已经假戏真做了 叶寒梅突然停下脚步 眨巴着眼睛瞪着她 就像要看穿她似的 石可骏身体微微一晃 低头看了眼 看似踢到了一块石头 实则是心慌的表现 努力镇定着 却难以掩饰 眼神瞬间的闪烁 由于心虚 最后还是磕磕绊绊地说了句 寒梅 叶博士 你的想象力真是丰富 快看 回答不下去 就岔开话题 正好有机会 石可骏立马拐弯 咱不谈这个了 说吧 拉着叶寒梅 快不向前奔去 穿过茂密的荆棘林 眼前就是那一大片红枫树 初冬的深山中 有些清冷 地上满是落叶 走在上面 像是在地毯上行走 整个人轻松而又漂浮起来 晃晃悠悠中 叶寒梅几乎站立不稳 俊儿 这里真是太奇特了 忽然叶寒梅停了下来 不再说话 此时 红枫林外的山谷 飘来一阵悠悠之气 快走 叶寒梅像是在跳舞一样 好不容易才走出了落叶圈 当他们来到峡谷边缘 叶寒梅整个人被惊呆了 这大概就是文人默克笔下的的人间仙境吧 这个下午 他人生中第一次经历了 从惊喜中不断感受新的惊喜 寒梅 或许你不相信 这里除了我 你是第二个来过这里的人是吗 叶寒梅不敢相信地反问道 石可俊忽然将目光定格在叶寒梅脸上 山谷里的风有些大 看着叶寒梅脸上飘动的发丝 还有这张充满了喜悦和激动的脸 石可俊忽然在他耳边轻语 寒梅 冷吗 有你就温暖 打开胸怀 请勇敢闯进来吧 山谷间 着实有点冷 在南方待惯了的叶寒梅 尾时有些吃不消了 这边 石可俊说完 就拉开羽绒服拉链 叶寒梅像只小袋鼠一样 随即钻了进去 神医小子 你是真实吗 石可俊笑了笑 要不你掐一下试试算了 我不舍得 见石可俊淡然的眼神 他们像亲人 似情侣 更像一对爱人 在这个无人禁地 有一种奇特的安全感 这一刻 石可俊是完全属于自己的 任何女人也无法企及 可走出这里 她还能有这份自信吗 何必用人自扰呢 冥冥中很多事早已注定 只是此刻 他们都无法预知而已 匆匆一年 匆匆一生 那日的邂逅 今时今日的相拥 山谷间风声呼呼而过 像极了他们之间的一切 看似平静 风起云涌之后 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 此刻 他们又怎么能想到 这个无人的山谷 与他的缘分 才刚刚开始 他的幸福与喜悦 他的悲伤与无奈 就在这时 一阵嗷嗷的叫声 从山谷中响起 回旋着传入他们的耳朵 石可俊可是清楚得很 这是小白狼的问候之声 俊儿 是什么声音 是狼吗 石可俊拍拍他的背 轻声说道 嗯 不过你不用怕 叶寒梅探出头来 疑惑地盯着石可俊 稍稍有些紧张地说了句 俊儿 我有那么一丢丢害怕 寒梅 有我在 任何人 任何事 任何东西 都不允许伤害你 因为我是你的港湾恩 叶寒梅显然不太相信 这人际罕至的地方 嗷嗷的狼好声 真是有些抽得慌 石可俊却咧嘴一笑 望着远处山谷那个角落 忽然大喊了一声 小白狼 我来了 快过来 嗷嗷 嗷嗷 声音不绝于耳 叶寒梅真是好奇了 这家伙 莫非还有这一能 能和动物交流 就在这时 石可俊淡淡一句 寒梅 这是我给你的第四个惊喜 小白狼是我的朋友 也是你的朋友 叶寒梅脑袋一歪 装着昏死过去的样子 俊儿 你是什么 小白狼居然是你的朋友 冬日的太阳 总是匆匆地离去 而此刻 天色已暗了下来 寒梅 我们回去咯 俊儿 快看 那是什么 叶寒梅忽然指着远处的山崖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 一条小小的白影 正在山崖之间穿梭跳跃着 不是小白狼又是谁呢 石可俊双手轻拍了几下 随即说道 韩梅 小白狼来了 啊 那我们快走 叶寒梅连忙说了句 他可是专门来见你的 数分钟后 一条小小的白影在眼前一闪 立住身子的一刻 叶寒梅再一次被震撼到了 四郎飞郎 又像一只小白狗 虽常黏身在峡谷 雪白的皮毛整洁干净发亮 小白狼身上就像是充满了灵气 围着它们不停地穿梭起来 冬日的太阳说走就走 就在这一刻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淡淡的月光下 两条蓝光很友好的盯着叶寒梅 奇怪的是 此刻 叶寒梅却没有了丝毫的害怕 小白 这是叶寒梅姐姐 她是我的朋友 以后你要像对待我一样对她 要保护好她 不准任何人伤害她 记住了吗 又是嗷嗷两声之后 居然在叶寒梅腿上蹭了起来 来 上来 石可俊朝小白狼喊了声 然后张开双臂 一个腾空而起 小白狼居然准确地 落在石可俊的双臂上 马上就是一个狼吻 石可俊嫌弃地扭过头 却发现 小白狼正盯着叶寒梅看 不知为何 原先胆怯的叶寒梅 居然伸出了手 想抱抱她 这一幕看在石可俊眼里 她也觉得奇怪 自己一句无心之语 无形中似乎说准了 小白狼和叶寒梅 似乎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去吧 石可俊轻轻一拍 话音刚落 小白狼后腿一蹬 直接飞了出去 稳稳地落在叶寒梅怀里 猝不及防一个狼吻 献给了初识的叶寒梅 然后温顺地躺在她怀里 眨巴着眼睛 看着石可俊 喜心厌旧 石可俊准确地给出了判断 小白狼 我们得走了 可小白狼有点不情不愿 赖在叶寒梅身上 愣使不下来 这还得了 石可俊随即朝她瞪了眼 叶寒梅从开始地害怕 到现在的依依不舍 离开的一刻 小白狼闪动着绿色的光芒 嗷嗷几声 一步三回头 渐渐消失在黑暗中 当他们回到山谷小屋 叶寒梅着实有点累了 幽静清冷犹如仙境的山谷中 没有了尘世间的喧气 只有风声和稀少的虫鸣声 叶寒梅推门进入旁边的一间 一个小小的灶台边 石可俊正在烧水做饭 已靠在小门边 叶寒梅情不自禁说道 俊儿 你真行 呵呵 喜欢吗 累了吧 先去歇着这里有面包 方便面 你吃啥 随你 石可俊忽然呵呵一笑说 真的随我吗 叶寒梅瞬间懂了 俊儿这是话里有话 她哪里能不懂呢 叶寒梅咯咯一笑 居然替她说了出来 石可俊顿时泄了气 寒梅 你就不能假装不知道吗 嘻嘻 所以说 在我面前 可不能耍小心言子哦 石可俊顿时不吭声 一副沮丧不已的样子 善善道 寒梅博士 哎 找个太聪明的女人 也不是太好 步步比你快一步 处处挨打 得了便宜还卖乖 在这个寂静无声的夜里 他们的晚餐简单 却很富有情调 喝着月牙湖水 小屋里欢声笑语不断 次日一早 叶寒梅醒来的时候 旁边早已空空如也 四下看了眼 随即起身 感觉整个人就像是散了架似的 来到屋外 见石可俊正在打拳 随即喊了声 俊儿 你在干嘛呢 从月牙山出来的时候 已经十点多了 石可俊打了个电话给林义军 义军 你在县城吗 在的呀 大坏蛋 你昨天跑哪里去了 打你电话 也不接 石可俊真是很庆幸 幸亏戴了蓝牙耳机 否则的话 一句大坏蛋 根本就没法解释了 石可俊一本正经地说道 义军 你猜现在谁和我在一起 林义军正慵懒地躺在床上 听石可俊这么说 连忙坐起身子 好奇地问了句 谁 石可俊瞥了眼叶寒眉 有些兴奋地说了句 嗯 猜对了 是叶寒眉 哦 真的吗 不过你们怎么在一起的 林义军实事求是追问道 石可俊也不想解释 也没法解释 一个小时后来县城 你们要不要见一面 当然要见了 我正准备打电话给她呢 妈妈告诉我 寒眉姐姐要去见她 要不 我们一起去南疆 嗯 我们也正有此意 好嘞 那我就在家等你们了 到了打电话给我 俊儿 你和小师妹关系不一般吗 见石可俊挂了电话 叶寒眉停下了脚步 眨巴着眼睛看着她 忽然说了句 石可俊又是一个卡顿 你呀的 离这么远也能听到 莫非叶博士也是顺风而不成 呵呵 寒眉 义军叫习惯了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是最好的朋友 真的假的 真的 全当你没骗我了 嘿嘿 叶寒眉对这个小师妹 忽然又多了几分好奇 老师是大美女 女儿一定也是如花似玉了这一刻 石可俊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犹豫半天还是说了句 寒眉 其实有件事 我觉得还是得告诉你 否则你很快就会误会我 不过这是我不知道这么说 哎 石可俊真是有点为难了 本来他还幻想着隐瞒一阵子 找个合适的机会在交代的 眼看着就要三头对六面 尤其是刚才的电话 给他打了预防针 林义军 在他面前可是自由散漫惯了 要步了几分钟 一定会露线 想到此石可俊做了一个决定 算了 还不如早点老实交代了 俊儿 有啥事 你就说 没事 我坚强得很 嘿嘿 叶寒眉挽着她 斜着脸撇向她说道 这是有点复杂 你的小师妹 她请我帮了她一个忙 叶寒眉越来越疑惑了 帮忙 可是好事 为什么这么难以启齿呢 见石可俊明显心虚的样子 叶寒眉不由想远了 立刻很严肃地说了句 俊儿 是不是你欺负她了 怎么会呢 石可俊心想 每次都是她欺负她 好在她坚守了底线 不然的话 这时候 真是不好开口了 算了 我就直说了 你老是逼她谈恋爱 给她不停地介绍男朋友 而义军她不乐意 为了解决这个麻烦 她就找了我 韩梅 后面我不说 以你超高的智慧 应该能想到了吧 短暂地愣神之后 叶寒眉真是明白了 不由大笑起来 俊儿 你不会假扮小师妹的男朋友了吧 石可俊无奈地点了点头 一阵咯咯银铃般笑声之后 叶寒眉先是乐得不行 紧接着笑声变成了叹气声 哎 这可怎么办呢 石可俊抓耳挠腮了半天 也是没辙 不过 很快叶寒眉就释怀了 至少石可俊是坦白的 没有隐瞒这种关系 否则的话 这该有多尴尬呢 不过这件事 并不太好办 因为她既不能阻止 又不能赞成 唯一能做的就是 暂时性选择沉默 因为 她不可能做出对不起老师的事 可以这么说 自己的一切 都是林教授给的 从很小 很小的时候开始 此刻 叶寒眉 不由想到曾经的过往 随即叹了口气 如果说这个世上 她最要感激的人 那一定是林义军的妈妈 林雪燕了 他们之间 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一趟欢快的南疆之行 没料想 却掀起了惊涛骇浪 而这一刻 又有谁能预料呢 在叶寒眉诡异交替的目光中 石可俊真是有些看不懂了 轻咳了几声 这才善善道 寒眉 难道你不嫉妒 不吃醋 不生气吗 让石可俊更不敢相信的是 叶寒眉脸上 忽然闪过一道霞光 急匆匆说道 我不但嫉妒 而且还吃醋 更加生气 可是又能怎么办呢 她是林义军 我的师妹 恩师的女儿 哎 说说都是累 不说了 真是莫名其妙此刻 石可俊愣住了 这女人心真是搞不懂 随即也说了句 寒眉 我懂了 叶寒眉眨巴着眼睛 她能理解石可俊心中的疑惑 却并不打算 现在就和她说明 想到此 叶寒眉很认真地说了句 俊儿 这是以后再和你说 总之 不要让小师妹 尤其是不能让老师伤心 因为我 叶寒眉说到这里 忽然话锋一转 总之 俊儿 这一天 你让我惊喜连连 谢谢你 点脚探头 一个深情地吻 叶寒眉忽然惊叫了一声 哎呦 直接打断了话题 石可俊连忙扶住她 紧张地问了句 寒眉 你怎么了 叶寒眉 马上丢了一个大白眼过去 称怪道 俊儿 你说呢 说完就是两拳 宣告他们此阶段的对话 正式结束 因为 在这无人监视的地方 肆无忌惮 总是匆匆而至 之前所有的担心与不惑 通通被风吹走了 十分钟后 当他们踏上返程的一刻 石可俊忽然想到一件事 寒眉 还记得那个小女孩吗 叶浅熙 叶寒眉连忙回应道 嗯 她还好吗 上次来这里 我碰到过她 她是柳之村妇女主任 猴莱蒂的女儿 在三叮嘱我 如果你来的话 一定要告诉她 她想再见呢 哦 真的吗 那还等什么 快打电话 叶寒眉猛然想起 上次偶遇时的情景 那个蹦蹦跳跳无忧无虑的小女孩 简直就是个小精灵 早已磕在她心里 打完电话 遗憾的是 叶浅熙和母亲 今天上午去了市里 此刻 满满的失落 写满了叶寒眉整张脸 她忽然有些莫名的生气 瞪了石可俊一眼 俊儿 都怪你 浅熙说 想见我的事 为什么昨天不说 石可俊撇撇嘴 不过叶寒眉的话很有理 因为叶浅熙也再三叮嘱过她 此刻 她像是个犯了错的大孩子 一脸的无奈 不过 她偎时没想到 叶寒眉这么认真起来 而且不是假装 寒眉 你怎么了 浅熙的事 有的是机会 而且我保证 叶寒眉短暂地失神之后 也意识到 自己刚才有点激动了 接着说道 俊儿 是我太激动了 没事 下次再见吧 到时候 我们一定得好好请她吃顿饭 石可俊瞥了眼叶寒眉 见她目光深邃地看着车窗外 不由说了句 嗯 寒眉 我觉得你们挺有缘的 因为浅熙也和你一样 叶寒眉随即扭过头来 淡淡一笑 接下来的时间 话题重新回到林义军身上 叶寒眉对这个小师妹兴趣 就没淡下来过 因为总是在老师那里 听到她的名字 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 不管怎么说 此刻 她的内心是充满期待的 釜底花园 石可俊给林义军打去了电话 在等待的过程中 石可俊看了下未接电话 逐一回了过去 最后一个是徐东东的电话 撇了眼叶寒眉随即回播过去 东东姐 你有啥事吗 嗯 你什么时候来南疆 最近我的失眠正好了很多 不过 你送给我的宝贝 可是告急了石可俊拍了下脑袋 这事是自己给忙忘记了 随即说道 东东姐 要不我邮寄给你吧 算了 别急了 要不你过来一趟 倘若没时间 我就来丘缘 咋样 石可俊乐了 徐东东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不过自己现在可是有求于人 再说 他不仅对徐东东的印象很好 和他在一起的机会很少 却有一种别样的感受 一个身居正处 却不居一格 严肃的表情中 夹杂着一种不一样的冷艳之美 而他却丝毫不惧 就是个比自己大几岁的女人而已 严肃的面容背后 竟然有一抹一样的情愫 这是个不能说也无法说出口的秘密 石可俊基本可以确认 却从未敞开过 尤其是秋元一别后 这种感觉越加明显 短暂地开了个小差 而后又慢腾腾地N了一声 徐东东就像是感应到了 石可俊内心的想法 不由愣了下 一个N字 蕴含了太多意境 尽管石可俊不可能看到 徐东东还是给了自己一个欣慰的笑容 声音也变得晴朗了很多 对了 朱晓晴的事已经差不多了 我已经通知他明天来南疆 有些事我得当面交代他一下 石可俊有些意外 徐东东一定会帮这个忙 但没想到效率这么高 此刻 激动之情早已易于言表 嗯 东东姐 谢谢 真是太谢谢你了 徐东东眉头微微皱了下 这家伙 洗成这样 怎么回事 话锋一转 有些不满的语气传了过来 不过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你为啥要这么帮他 剑林义军已经出了小区 叶寒梅在不远处注视着他 石可俊连忙说了句 东东姐 这个嘛 以后告诉你 行不 徐东东却不依不饶了 打去式地追问起来 咋的 对我还保密呢 石可俊嗨嗨一笑 心一横 说了句 东东姐 我这边有点事 咱们回聊 拜拜 好吧 回见 真是个神秘的家伙 拜拜 挂了电话 石可俊连忙拉着叶寒梅 朝小区门口迎了过去 此刻 林义军穿着一件 时尚银色宝款羽绒服 正笑盈盈地 朝他们小步跑来 义军 寒梅姐姐 一边一个问候 脚步越来越快 最后一个大大的拥抱 两人初见 就瞬间融合在一起 这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 让他们就像是久未见面的姐妹 深情相拥片刻 两人有些不舍地分开 林义军盯着叶寒梅 尽管只相差两岁 此刻 她俨然就是个小妹妹样 注视了几秒之后 林义军甚至带着点错交的语气 颇为热情地说道 寒梅姐姐 我妈总是念叨你 说你是她最得意的学生 最骄傲的弟子 最 哎 还是算了 反正要我多向你学习 嘿嘿 叶寒梅心头一凸 小师妹也不是孩子 怎么有点腻歪呢 拉着她的手 仔细端向起来 此刻她暖暖的心里 困惑而又不舍 请客的犹豫之后 叶寒梅脸上洋溢起开心的微笑 义军 真是个大美女 和老师一模一样寒梅姐姐 拿我说笑了 你才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而且没有之一 呵呵 林义军在初见的一刻 就已经被叶寒梅渊博地学识 一线都市白领女孩的独特气质吸引 尤其是她身上散发的那种自信感 更是让她不由暗生羡慕 在她看来 即便石可俊不在旁边 叶寒梅这种与众不同的美 万里挑一的气质 她几乎不用考虑 在这个县城里 她一眼就能认出来 忽然瞥了眼站在旁边的石可俊 见她正笑呵呵地看着他们 林义军有一种直觉 那就是两个人的关系不寻常 猛然对了她一眼 又刻意眨了下大眼睛 向她传递了一个信号 石可俊 没说实话吧 不过林义军似乎一点也不生气 压根没当回事 估计她自己也不知道 这是为什么 见石可俊悄悄朝她撇了撇嘴 林义军随即理所应当地喊了声 喂 石可俊 赶紧请我们去吃大餐 说完 目光转回到叶寒梅脸上 小手一伸 晚上叶寒梅就上车 开门的时候 看着崭新的奥迪A6 这时她才回过神来 你呀的 啥时候买车了 顿了下 问了句 寒梅姐姐 这车是你的 叶寒梅呵呵一笑 林义军眼神中的惊讶 毫无遮掩地表达了她的不敢相信 随即用手指了下石可俊 替她应了声 义军 我哪里能开这车呢 这是她的车在闪身进去的一刹那 林义军再次瞪了眼石可俊 却被睿智的叶寒梅逮了个正着 哎 小师妹对她可真的是 或许他们之间的关系 本来就不一般 其实 此时最为别扭的 要属实可俊自己了 她甚至有点后悔 真是话舌天足 应该早结束这种关系 不过现在再如何懊恼 也于事无补了 硬着头皮走一步是一步吧 在一瓶酒楼 简单吃了午饭 整个过程中 林义军和叶寒梅都心存疑惑 却被这种天生的情谊 淡去了很多 尤其是叶寒梅 对这个小师妹 那更是欢喜得不得了 林义军大家闺秀的气质 略带淘气的举止 看在叶寒梅眼里 都是老师的影子 即便因为她和石可俊 相对亲近的举止 而心里发酸 石可俊 寒梅姐 我已经和妈说好了 晚上去家里吃饭 石可俊有点不自在了 却也没什么好说的 既然决定让他们见面 这个场景迟早是要历经的 嗯 我也有事去请教老师呢 再说 还是她的事 叶寒梅指了指石可俊 别嘴一笑道 那不就得了 石可俊你个大坏蛋 刚才寒梅姐姐说是 给你打工 你可得多发点工资给她 不然的话 我可饶不了你 呵呵 林义军一时兴起 逆称已经跑出来了 石可俊第三次狠狠地瞪了她 忙不地解释起来 义军 吃饱了吗 寒梅 我们在这里工作时习惯了 她都这么叫我 叶寒梅并没有说什么 依旧是笑呵呵地看着林义军 心里却想着 俊儿 送你四个字 预盖弥彰 一般关系能这么叫吗 义军如不是我的小师妹 非得找你算账不可 意外的暴露 其实是必然的显现 一路上 气氛融洽 林义军从头至尾拉着叶寒梅 开心说笑 而话题的中央 始终都是石可俊 两个人的情绪 并没有因为相互猜测的关系 而受影响 寒梅姐姐 新食品产业园 已经建好了吧 年底前 如果能是生产 一定是供不应求 你可不要心软了 赚了钱要多分点 不过石可俊同志可是真厉害 能研究出这么好的配方 本姑娘算是浮透了 岂止是这个 现在手里的这个配方才是真的厉害 不过 这也是我来南疆的主要原因 请老师帮忙 林义军忽然来了兴趣 随即说道 韩梅姐姐 咱们都是自家人 老妈一定会竭心尽力的 石可俊是不 说完 在她背上轻拍了一下 言下之意不言而明 这个嘚瑟尽甭提有多明显了 林义军开心不假 稍稍都有点宣示主权的小心思藏在里面 叶寒梅可不会揭穿 依旧如稀 脸上笑意奄然 心里苦涩不已 没办法 陪着笑脸呗 这一趟 还要请人家老妈帮忙 假女婿的事 她能不上心吗 南疆大学教师宿舍大院 三个人并排而走 叶寒梅忽然有所感触 这里她并不陌生 上学的时候就来过 她可是林雪燕最得意的学生 再次来到这里 抬眼望去 梧桐遮挡下的水泥路上 散发着母校浓郁的气息 时而有人和林义军打招呼 没办法 人家可是副校长家的千金大小姐 妥妥的白富美 石可俊行走在中间 叶寒梅身上那种大都市气息 在阴冷的初冬 尽显不一样的风采 更为惊讶的是 林义军和石可俊 有些亲密的举止 引来一片赞叹声 林校长家女婿 真是帅得不行 哎 羡慕死人了 管她真假 听在林义军耳里 甜丝丝的 另一侧 却酸溜溜的 越临近老师家 叶寒梅心情越是激动与忐忑 她与老师间都是电话联系 已经好几年未曾见面了 与此同时 小师妹那不加遮掩的爱意 早就被她看穿了 只能暂时尘封起 她和石可俊两人的关系 回到合作伙伴的轨道上来 戏不能演砸了 不然 咋办呢 见到林雪燕的一刻 一声老师过后 叶寒梅像个孩子似的 扑进林雪燕怀里 久久不肯出来 而眼泪水早已模糊了 她美丽的双眸 而林雪燕心里一阵抽搐 心头一热 一股泪水在心头掠过 纵然她是个校长 人前有着无上的威严 此刻 却只是个慈祥的母亲 她不停轻拍着叶寒梅的背 柔声道 寒梅 不哭 见到老师 应该开心才是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林雪燕 几乎没人知道她的身世 即便是石可俊 她也从来没有说过 事实上 她只是个孤儿 从小在福利院长大 在南疆大学 遇到了这个如母亲般的老师 什么时候进了福利院 林雪燕又怎么会结识她 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曾经试着问过林雪燕一次 而她看到的老师 只是不停地哭泣 后来 她就出国了 再也不敢问起 不为别的 因为她不想看到老师伤心 至于原因 却是个未解的谜 老师 你还好吗 寒梅 老师也很想你 好了 快进屋 林雪燕再次拍拍她的背 轻轻推开叶寒梅 又帮她擦了下眼泪 笑呵呵地盯着叶寒梅 眼里满是母亲对孩子的温馨 而此刻 这一切看在石可俊眼里 却是如此感人 林义军简直都要到吃醋的程度了 哎 林教授 我才是你亲闺女呢 妈妈 韩梅姐姐 你们不要搞得这么这么感人好不好 弄得我都要哭了 真是的 石可俊呵呵一笑 不知何时 她眼睛居然也有些湿润了 林雪燕瞪了女儿一眼 直接无视她拐弯抹角的醋意 转身进屋 而林义军却不失时机地靠近石可俊 斜脸一笑 悄悄说了声 你刚才哭了吗 没想到你还是个这么有情意的男人 我很喜欢 石可俊随即朝旁边闪了下 示意她保持距离 她可不想让叶寒梅难过 无奈人在屋檐下 林义军像是吃透了她心思似的 从进门的一刻起 各种黏人的表现 一股脑使了出来 只弄得石可俊不知所措 叶寒梅陪着老师在一旁聊天 林义军嘴角轻闪 忽然朝他们喊了声 妈 韩梅姐姐 我们去楼上了 林雪燕微微点点头 说了句 去吧 我这边刚好有些事和韩梅聊聊 对了 晚上去外面吃饭 你打个电话给思琪 让她也过来 叶寒梅瞥了眼石可俊和林义军 嘴角淡淡一笑 石可俊知道 这可是苦笑 没办法 事已至此 先把今天给熬过去吧 师生二人 辽慧离别之情 林雪燕随即转入正题 为什么会这么认真 原因无她 因为这不但是她的得意弟子的事 更是石可俊的研究的配方 尽管这个石可俊 还让她看不透 而且以她睿智的观察力 已经发现石可俊和叶寒梅之间的微妙关系 只是在见面的喜悦下 被刻意淡化了 况且她也没有精力去考虑这些事 全力以赴 解决新京方中最后一个参数问题 才是他们面临的大事 就在这时 叶寒梅无可奈何地说道 老师 这个新京方 比起上次那个保健食品配方 要复杂了很多 我已经做了N次实验 均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 况且 药学领域也不是我的专长 只有请您出马了 林雪燕微微点头 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之前她已经仔细研究过 叶寒梅发给她的参数指标 但由于石可俊独特的想法 为了达到近乎苛刻的效果 大大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而学者对新事物的好奇 让她不由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而她在叶寒梅来之前 已经进行了安排 一个目标 必须攻克这个难关 寒梅 新京方是个奇特的方子 我已经请多位要学领域的专家研讨过 如果验证成功 必将引起轰动 更难能可贵的是 石可俊将她的新京方 融入到地方经济发展 为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领域 这让我们不得不为之 在做更大的努力 或许还会给我们 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叶寒梅连连点头 眼神里充满了感激 嗯 有老师您的大力支持 一定会成功的 另外 我想在南疆大学 要学实验室 梅等她说完 林雪燕就打断了她的话 寒梅 我已经联系好了 明天请你就可以去学校 药理学实验室 而且 我还帮你找了两个帮手 我只有时间也会过去的 叶寒梅连忙站了起来 激动地喊了声 谢谢老师 可这一切看在林雪燕眼里 却是一个大大的叹息 不过她并未表现出来 从叶寒梅的表现中 林雪燕初步确认了自己先前的判断 叶寒梅不可能只是帮助石可俊这么简单 因为她对叶寒梅的了解 并不亚于亲闺女林义军 而她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她已经有了答案 在叶寒梅眼里 老师对石可俊那可是相当的满意 尤其是小师妹那写满了喜悦的笑脸 连一向不苟言笑的林老师 俨然就是一副 丈母娘看女婿的标准的模样 哎 石可俊其实也是左右为难的样子 偶尔也会表现出来 叶寒梅也已经察觉到这一切 小师妹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个亲热尽甭提有多强烈了 希尔大酒店 其乐融融的晚餐结束 石可俊没有随林义军他们回去 而是在酒店门口和大家分手 因为她有自己的事要去办 林雪燕的热情 彻底打消了叶寒梅单溜的机会 没办法 老师申请挽留 她是无法拒绝的 眼见林义军蠢蠢欲动 叶寒梅愣是牵绊挽留 叶博士可不傻 小师妹 你揣着明白装糊涂 做人可不能太不地道了 死拉硬拽 和林雪燕一起回了家 林义军则是一步三回头 叶寒梅则是偷偷偷着乐 林雪燕是左右为难 得了 俩孩子都是心头肉 你们的事 自己看着办吧 因为就在他们吃饭的时候 苏妙会打电话给她 石可俊一本正经皆听起来 表情严肃 眼神急切 镇政府有急事 我得赶回去 其实 这只是她临时起意 补偿叶寒梅 而电话那头 苏妙会也是莫名其妙 石可俊 我并没有让你回来啊 离开后 石可俊悄悄给叶寒梅发了条信息 寒梅 对不起 其实今天我没回去 你懂得吧 嗯 真的 明天早上我再联系你 虚 十分钟后 在希尔酒店不远处 徐东东从出租车里下来 上了石可俊的车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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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